现在呢是来到王哥的工作室 我跟王哥呢是认识有七年时间了 这七年呢他一直在这边做虫草生意 看一下这蛮贵的全是虫草 看一下这是包装好的虫草 就一包呢是五根 然后一般是十根起麦 他们好像是十根起麦 不管只要你想要几根都可以 只要有费是百根以下有费自律嘛 一般起来过小时 一百根以下有费自律 上一百根的然后就包装 那像这些虫草呢 它是分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 现在人工种植的市面上也比较多 他们这些呢都是从山上收回来的 就都是野生的 虫草的主要产区呢 一共有五大地方 西藏 甘南 青海 还有云南 四川 四川就是甘孜那边 然后最好的草呢是应该在西藏 纳曲那边 然后就是青海这边 每一个地方的草 它的价格还不一样 就像西藏那边 它可能收纳曲和山南的草 它的价格又不一样 这个里面挺复杂的 那草呢它也分好几种 就是小草 中草 大草 0.5和0.6的 就是0.5克和0.6克的 它是属于小草 0.7 0.8的属于中草 0.9和1.0克的 它属于大草 还有1.2左右的大草也有 那种属于草丸了 对 这里面反正还挺复杂的 就是不懂的人呢 很容易买到那种能够种植的草 学习一下 其实我接触这个草呢 也有好几年了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08年的时候 我们跟王哥第一次先见的时候 那时候王哥拿了一堆的锻草 然后请我们吃 就是煮在那个汤锅里面 当时吃完了过后 有几位小伙伴 两位流鼻血了 对对对 就是补过头了 补过头了 它的营养真的不错 尤其是炖鸡 炖肉 对于补生起的这一块 相当明显 就是对于这个呢 是各有说法 众说纷纭 但你说它的营养价值如何的话 是肯定是有的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是0.6的小草 这个是1.0的大草 像这种小草呢 每天就吃最多两根就OK了 这种大草一天一根就好了 那新鲜虫草呢 它也是分季节的 就每年4月到6月 过了这一段时间 6月中旬就结束 到6月中旬就结束 到中旬的时候 就那个草就慢慢变困了 不好做 我们就要下架 不做仙草了 然后就变成干草 对对对 干草的价格会比仙草贵很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应该也说是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仙草的营养价值会比干草高很多 因为差不多的话 如果干草的价格高的话 母民就不卖仙草了 直接摔干就没干草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吃新鲜的更好 相互好一点 好吧 虫草芝食就到此结束